3月24號我在社群發起投票 詢問各位比較想看我玩哪一款遊戲 在發起投票之前 我的心早就已經有底 應該會是智狼獲得最靠票數 果然不出我所料 這些廣大的鄉民還真的投給智狼 我絕對相信其中的九成票數是真心覺得好玩 而且我也絕對相信 他們有著同樣的理由就是 看別人玩到哀嚎很好玩 好啦實不相瞞 那是因為我本身就蠻想嘗試智狼 所以才敢發起這種投票 要不然我幹嘛挖一個這麼大的洞 給我自己跳對不對 當然會想要購買智狼的最主要理由 還是來自於人王2 因為在破關之後 產生了對人王2不同的想法 從原本的很喜歡很有成就感 轉變到後來 我想要修改之前對他的評價 現在在我心目中 人王2才是20年度最佳遊戲 口口聲聲說自己是個很喜歡JRPG的玩家 然後憑人王2為最佳 這樣有道理嗎? 20年8月我發表了一篇 PS4上半年度遊戲總評 當時的我把人王2排在第三名 主要的理由是 在擊殺每一隻頭目時 會讓我感到相當富有成就感 在經過無數次的弱命 不斷找出敵人的弱點 直到成功擊殺的那一刻 真的有股說不出的感動 不過當時只玩到第四章 進度只有50% 有很多的招式 很多的技巧都還處在一知半解的狀態 所以打起來還是覺得非常有難度 可是當我在破關之後 帶給我的感受已經不再是 令人感動的成就感 我反倒認為人王2是一款動作迅速 打擊爽快 完全不脫泥帶水的切菜遊戲 刷刷刷 兩三下就把對方結束掉 講到這 大家可能會開始懷疑 《真王2》明明就是難度偏高的遊戲 為什麼會有一堆人把它形容得這麼簡單 跟自己玩起來的感受會差這麼多 對!重點來了 這就是差距的問題 我要跟各位強調的重點 並不是高手與初學者的差距 沒有誰生下來就特別厲害 只看你願不願意投入更多時間去練習 我想要跟各位強調的重點是 有很多遊戲在破關之後 跟前期的感受是有相當大的反差 一開始玩會覺得這遊戲好像不符合我的期待 可是玩到後來卻開始翻轉對他的想法 所以這次我想要藉由人王2來向各位表達 破關到底重不重要 對我而言又有什麼樣的意義 這次購買自然的心情算是既期待又怕受傷害 因為他的難度可是大家一次公認 就算沒有最難 少說也是名列前茅 雖然掛著19年度最佳遊戲大獎的榮耀 一直很好奇玩起來的感受到底會是怎麼樣 可是我又擔心得花上數十個鐘頭才有辦法玩到上手 那種挫敗連連真的是會比遇到烏龜車開在內線還要急躁 一直想要前進發展卻不斷被難度阻礙 每次想到這就讓我卻步三分 這念頭已經足足讓我猶豫至少半年以上 直到人王2破關後翻轉我對人王2的想法 一開始在幾乎不熟悉的狀況下真的很想退貨 早知道就不要聽信那些網友 到底這種虐待遊戲為何會如此廣受歡迎 但現在的我真心認為人王2並沒有這麼難 最大的問題不是容錯率 而是你沒有搞懂系統核心 只要善用禪心 陰陽術 外加掌握妖怪技 難度可說是至少降低三成以上 我相信只要熟悉自然各項戰鬥系統 應該也能夠像人王2一樣 是一款打起來非常痛快的遊戲 也因為如此人王2給了我相當大的信心 決定不再猶豫正式迎接年度最佳遊戲的挑戰 然而就在光碟放進去的那一刻起 當初玩得很痛苦很想狂按喇叭的感覺 他又回來了 就目前玩到偉名底層的進度 來簡單分享一下我的心得 如果要給難度做個級數 我會給隻狼9級的分數 人王2則是在7級左右 除了容錯率極力以外 就連反應時間也都是相當的短暫 看到對手招式一出 馬上就得做出反應 如果還在猶豫的話 那麼你就會敗北 毫不留情直接挫敗你的信心 沒有任何閃神的機會 也沒有降低難度的技能 了不起就是葫蘆藥多個幾顆 而且也不是想喝就喝 還得抓準時機才能有效恢復 無腦亂按的話 只會增加被攻擊的機會 對於完全陌生剛入門的玩家來說 極度不友善 就是要讓你體驗什麼叫做崩潰 也因為先前慘通的經驗 所以這次在玩之狼 只要卡關超過3個小時 我就會開始看攻略 就算各位熟讀打法 頂多也只是加速觀察敵人的動作而已 操作反應依然還是得靠自己 不過在看攻略的時候 卻發現有許多蠻有趣的事 網路上居然看得到 各式無雙的戰鬥影片 我實在很想問這些神聖 到底是天生神力 還是投入多少時間在練習 一款難到爆的遊戲 居然可以玩到滿分 我連反應都還來不及 就已經叮叮噹噹的 然後被擊殺 玩到這 自然帶給我的感受 它是一款完全講究反應的遊戲 因為它沒有提供任何裝備可以挑選 也沒有任何技能能夠影響遊戲難度 該閃就是要閃 該跳就是要跳 該架開就是要架開 幾乎沒有任何替代方案 雖然格檔可以免於大部分的傷害 但相對被擊潰的機會 也就會大幅提升 當我打了幾隻頭目之後 更加確定一件事 與其1.1滴的削弱血量 還不如好好認真學習 如何有效架開攻擊 不然照這樣的方式打下去 只會讓戰鬥拖延更長的時間 增加敗北的機會 比起隻狼 人王2帶給我的感受比較注重於閃避 除了花費的精力較少以外 動作反應來得比較快 絕大部分的招式都能使用閃避來躲過 操控上來說也相對較為輕鬆 人王2在初期會覺得難 並不是遊戲真的難 而是它的系統算是史無前例的模式 有很多東西是必須從零開始學起 並不像大部分的動作遊戲那樣 招架格擋或是閃避 你得要先了解長按有什麼樣的優劣 精力要怎麼掌控 妖怪技要如何運用等 光是熟悉這些就得耗上不少的時間 所以我認為人王2最大的難度 並不是反應 而是你有沒有明白它的核心是如何運作 如果人王2還是讓你感到相當痛苦 不妨先試著去研究上述的各項特性 就目前的進度來看 自然還是處在很痛苦的階段 它確實是個極度吃反應的遊戲 我也找不出任何能夠降低難度的方法 唯一能夠做的就只有不斷的練習 現在帶給我最大的樂趣 不是叮叮當當的打擊感 而是經過漫長的時間 總算看破對方的手腳 一招接著一招破解 至於會不會玩到破關 這點只能打上一個大問號 因為它真的有夠難 講了這兩款遊戲的心得 繞了一大圈現在又回到正題 破關到底重不重要 對我而言又有什麼樣的意義 每個人的立場不同相對想法也會不一樣 一切的答案沒有任何標準 就看自己持什麼身分來看待 以一個玩家的角度來講 要不要破關是你家的事 有人喜歡劇情 有人喜歡思考 有人喜歡刺激 有人則是有得玩就好 你要看攻略 你要無腦刷 要怎麼玩都跟我沒關係 反正自己玩得爽就好 遊戲帶給你快樂 這才是重點 所以要不要破關 這問題根本不存在 但是以一個推薦的立場來講 我認為進度是一個很重要的參考價值 人王2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平平一款遊戲 有人覺得簡單 可是有人覺得難 這兩者之間的差異就是在進度 如果只玩初期的話 那麼你得到的答案將會只有困難 對於一個破關的人來說 真正困難的原因 是你完全不熟悉系統模式 所以你會不知道如何有效降低難度 再來我想要舉的例子是 異度神劍2 如果沒有破關 我大概會告訴你 他沒有傳言中那麼好玩 好幾次讓我想放棄 可是當我玩到破關 並且完成擴充劇情 這時候我反而會告訴你 如果要說Switch最具代表的作品 除了曠野之喜以外 異度神劍2在我心目中 是另外一個境界的絕佳代表 有些童話會問我 為什麼不做推薦月報的相關影片 我必須老實講 單看情報給出來的推薦 很有可能會打我自己的臉 如果沒有破關 沒有深刻去體會 設計著想要帶給玩家的感受 或許死亡擱淺對留言 就只是個送貨遊戲罷了 所以沒玩過的遊戲 我不敢向各位推薦 頂多就只能說 對他抱有多高的期待 就算玩過之後來向大家介紹 我也會一併把進度提出來給各位參考 至少玩到這 我的感受會是如何 最後在此問各位 有哪些遊戲讓你一開始認為是地雷 到後來翻轉想法 想要推薦給別人 歡迎留言一起來交流 當時會買人王二純粹只是跟風 並沒有說到非常喜歡 那時候老闆說有多的扶銷品 要送我一副掛軸 我是不好意思拒絕它 所以我就收下 可是沒想到一年過後 如果時光能夠回到過去 我想跟老闆說 你有沒有多的點長版 我想要升級 今天的年度最難遊戲 到此畫下句號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回來收看 各位下次見